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与三星的直接竞争对手,英特尔的行销部门的员工已获悉,他们的许多职位将移交给埃森哲。 埃森哲将利用人工智慧AI处理传统上由英特尔员工完成的任务。 这项决定是公司重组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包括裁员、自动化和精简执行流程。 自1991年推出Intel Inside活动,并开始与最终用户直接沟通以来,行销部门一直是英特尔的主要优势之一。 然而,由于相信埃森哲的AI能够更好地连接英特尔与客户,英特尔计划裁减大量行销人员, 因此未来似乎将大幅削减以人力驱动的行销工作。 受影响的职位数量尚未披露,但英特尔确认,这些变化将显著改变团队结构,最终只保留精简的团队。 员工会于7月上旬之前被告知是否继续留在公司。 此次重组的目标之一是解放内部团队,使其能够专注于战略性、创造性和高价值专案,而非日常工作。 因此,英特尔计划将埃森哲的AI应用于行销的各个方面,包括讯息处理、任务自动化和个性化沟通。 英特尔已承认此次转型,并表示这不仅将降低成本,还将使其能力现代化并强化品牌。 目前,使用AI取代真人,究竟如何能够强化品牌尚不清楚。 英特尔在一份声明中写道,正如他们今年早些时候宣布的那样,他们正在采取措施,成为一家更精简、更快速、更高效的公司,作为其中的一部分。 他们专注于实现数位化能力的现代化,以更好的服务客户,并强化他们的品牌。 AI是这些领域的长期合作伙伴和值得信赖的领导者,英特尔期待着进一步拓展合作。 在制员工信件中,英特尔表示,重组的一部分内容可能包括现有员工培训AI的承包商,向他们解释英特尔的营运方式。 这项知识转移将在外包计划的过渡阶段进行,但目前尚不清楚该阶段将持续多长时间。 另外,台积电的大客户美国半导体大厂近期积极并购。 AMD回答,Invidia高通近期冲刺人工智慧、AI生态圈分别展开不同的并购策略。 业界认为,有助AI生态圈完整。 AMD动作频频。 在至6月初的两个月内,已连续宣布多项重要收购。 包含加拿大的Encater、AI、美国团队、Bring,以及主攻西光子晶片的Enosami公司。 外界认为,这几笔交易明确显示,AMD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其在AI领域的竞争实力,以及挑战汇达在AI硬体领域统治地位的坚定决心。 至于汇达,也积极投资完善自家AI生态圈。 4月上旬,汇达宣布完成对GPU租赁商Laptone AI的收购,交易耗资数亿美元。 据悉,Laptone AI2023年由阿里钱副总裁贾阳青创立,团队约20人,曾获1100万美元天使轮融资。 另外,今年3月收购总部位于圣迪亚哥的新创公司GRETO,该公司提供AI训练数据平台。 此外,6月上旬,高通则宣布将以约24亿美元收购全世界第四大半导体IP大厂Alpha Wave Semi。 Alpha Wave Semi是高速有线连接和运算技术的半导体IP大厂,提供IP、客制化晶片、连接产品和晶片组。 Alpha Wave的内核技术是SERDA,高通可直接跨足该领域开拓数据中心应用。 就在台积电的大客户发力各类高阶半导体的同时,据Sedaly报道,三星电子的晶圆代工部门Samsung Foundry已决定推迟原定于今年启动的1.4奈米测试线的建设, 以便于将更多的人力和投资集中在计划于今年年底量产的2奈米制成工艺上,并专注于加强内部稳定性。 据业内人士称,三星电子已暂时推迟从第二季度开始在平泽二号工厂部分建造1.4奈米代工测试线的计划。 对1.4奈米设施的投资已推迟到今年年底或最早明年上半年。 三星电子最初透露了2026年开始1.4奈米工艺服务的路线图。 但由于测试线建设的推迟,目前尚不清楚明年是否会进行首次量产,正在权衡2028年左右开始生产的前景。 报道称,三星电子推迟1.4奈米,制成主要源于其晶圆带业务低迷。 由于客户订单低迷和销售恶化,三星晶圆代工部门目前正处于困境。 仅在今年第一季度,三星的代工部门就亏损了2兆韩元。 因此,三星晶圆代工部门正在努力实现保守的投资和管理,将其年度设备投资从最初的10兆韩元减少到今年的5兆韩元。 事实上,该公司计划建设一条1.4奈米测试线,这几乎是今年唯一的一线工艺投资,但尚未接到先进工艺的订单,以至于暂时推迟了。 三星电子已决定专注于目前2奈米制程工艺进步,而不是积极投资于更先进技术。 因此,预计它将专注于提高2奈米的良率,同时提高2奈米制程工艺的产量,该工艺计划于今年年底开始量产。 根据此前的爆料显示,三星系统LSI部门研发的新一代旗舰行动处理器Exynos 2600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正式发表。 该晶片将采用自家的2奈米制程工艺打造。 为了使该专案取得成功,三星晶圆代工部门的技术长Naum Sokuu成立了一个2奈米工作组TF团队。 由于三星电子的行动部门满足了Exynos 2600安装在Galaxy S26智慧新手机上的要求,因此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增加了。 虽然今年年初三星2奈米粮率仅30%,但从上个月起已朝向50%目标买进。 不过,如果要让Exynos 2600量产具经济效益,三星需将粮率提升至70%以上。 一位行业官员表示,由于正在建设中的美国泰勒工厂也在考虑部署2奈米工艺,因此必须迅速跟进工艺进展。 三星晶圆代工部门正在考虑一项计划,根据订单量,在今年年底前将华城园区S3的部分3奈米,生产线转换为2奈米生产线。 此外,为了增加北美大科技公司的订单量,三星也必须坚定推动2奈米制成的粮率和产能。 三星晶圆代工部门目前也专注于建设美国2奈米晶圆厂,希望赢得特斯拉、Tesla和高通、Qualcomm的订单。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